还不能动念 一动念就错了 所谓是开口变错 动念皆怪 那好了 我不开口不动念 还错了 为什么呢 不开口不动念你是无名 开口动念 你是邪知邪见 那到底怎么办呢 你们大家自己去想去吧 这个禅宗里面叫 禅 在禅之前给你提示 这些都是给你提示 禅是叫你真正用功 你去体会 体会可不能用思维 也不能用言说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言语文字 都是方便法 希望从这个方便法里面 你能够体会其辱的真实 真实就是信心 真实就是般若波罗密度 说般若波罗密度 也是个家民 不要真的以为 有个般若波罗密度 那又坏了 这个是佛说法的难处 唯恐人听 错毁了意思 实在讲 听今错毁意思的人 十之八九 几个人听今是真正懂的意思 在开经济讲 愿解如来真实义 亿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两个 大多数听的 不做油就做空 给你讲 我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你就做了 就做了我六多罗三菩提 给你讲 波罗波罗密度 你就认为 真的有个波罗波罗密度 说个菩萨 你就执着真有菩萨 你就取油 取了法相 那么再听佛说 一切法都是虚妄的 你又做了空相 你又做了个虚妄的相 反正呢 你总是要靠一边就是 你不站不起来啊 不靠到油就靠到空啊 你总没有办法站在当中 这难就难在此地 所以佛搞得没有办法了 免便不离 再有个中道 糟了 又靠到中道去了 中道不成 好了 那又做空了 又靠到空去了 怎么都不是 所以这个波罗法门呢 就劳累 释迦牟尼佛讲22年了 讲这么久啊 说再讲 讲了22年 几个人真正懂得了呢 还是不动 一定要在生活里面去历练 必须知道 佛法任何业法 跟我们的生活 都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没有离开生活 没有离开工作 历史举绝贝非 所以就在生活里面 去修行 过去 我们总是去 不去油 就去非油 要不然就去 一油 一非油 非油 非非油 总是落在这些地方 现在修行 如何能呢 四边都不落 从哪里修呢 从穿衣吃饭 厨师带人 皆无啊 就在这个里头修啊 修正我们 以往 错误的想法 看法 说法 做法 这叫修行 与般若相应 这般若 真是智慧 究竟圆满智慧 这个说法 真真是难啊 大家听了 还是糊里糊涂啊 真实智慧 是什么样子呢 在柏若经上告诉我们 在柏若经上告诉我们 佛将智慧 分为 两类来说 一个叫根本智 一个叫厚德智 或者一个叫实智 真实的 一个叫全智 善巧方便 实在讲呢 一个是智智本体 一个是智智作用 我们将提用 大家好 懂 智慧的体 就是根本智 根本智是无智 不如无智 怎么会是无智呢 我们刚刚说的这些话 你们诸位体会体会 是不是无智呢 有不能住 空不能住 越有越空不能住 非有非空也不能住 一切都不住 那就是无智 你心里头一个念头不深 一句话也没有啊 不能说的 不能想的 言语道断 心形出灭 这是无智 这是剥弱 剥弱之体 从这个起作用啊 就无所不知 所以他的体是无智 作用是无所不知 无论 无论什么人 向你请教 问你事法佛法 你都能够对答如流 你都能够解释的头头是道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这个智慧 这个智慧 这个智慧叫后得知 从根本知 起来 我们今天 没有智慧 就心里面 妄想执着太多 拿到佛经呢 也会把佛经讲错了 怎么会讲错呢 没有智慧嘛 凭自己的意思 在猜测嘛 那怎么行 烦恼没有断 智慧没有开 发心学奖金 这是很难得的事情 古大德也教导这些人 那怎么可以讲法呢 依照古经人的读解 细心的去研究 避免一切错误 这是初学良好的态度 假如初学 就要学佛菩萨 就要学古大德 不需要参考别人的展开金本 那就要胡说八道 那就是罪过无边了 为什么呢 烦恼没断 智慧没开 如果人家不服气 你怎么晓得我智慧没开 凭他说这一句话 他智慧就没开 我说他烦恼献钱 我们说他智慧 他就生气了 你怎么晓得我智慧没开 这就是他烦恼不切钱 他智慧就没有 他也真有智慧的时候 不会说一句话的 那看到是你很幼稚 笑笑而已 不会跟你计较的 要跟你计较的时候 那确实自以为智慧开 其实烦恼一大堆 所以这个同学问到这个密宗 密宗里的起悟会的太多太多了 我有一年 在洛杉矶 将近 洛杉矶有五个年轻人 这是西藏那些喇嘛仁波切 在那个地方洪发了 给这五个年轻人收记 说他们开悟了 我这个社会上 对这五个人都很尊重 这五个人收 开悟了 这仁波切 上司给他收记了 我在那边讲经啊 他们也来听 听完之后啊 要我给他做证明 说他开悟了 他来问我 法师 这仁波切 上司都替我这个证明啊 我们五个人开悟了 我看看他 我说 你们没开悟 啊 这是西藏的 活佛上司说我开悟了 你怎么说我没开悟啊 马上就来指出我没开悟啊 我就告诉他 我说 我没有开悟 你来问我 你当然没开悟 你开悟了 你还来问我吗 最高的听众 哄唐大笑 就散掉了 这个东西怎么能骗人呢 可是今天这个世界 受过高等教育的 这些都是大学的大学生啊 有些都是硕士博士啊 真的很可怜啊 听骗不听劝啊 认假不认真啊 可他讲真的 他不相信啊 你看骗一骗他 得意忘形 哦 自以为不得了了 其实上了当啊 那个任波切上司 也没开悟 开悟怎么会说 说他们说是开悟 没这道理啊 这个我们要想的 那么我们在美国的时候 也遇到一些同修 告诉我 这个西藏出来这些 活佛 任波切 里面有不少是假的 冒充的 不是真的 那是西藏人是一定没错 因为听说每一个 这个上司任波切 到国外去下 都带是好多钱带回去 所以他们学几个咒语啊 就出来 也晃一下的时候 回去也带了不少 金银财宝回去了 他真开悟了 这是个赚钱的好方法了 怎么撤穿了呢 有一些这个密宗 真正是热心修学的人 那么听到这个上司说 这个西藏的时候 佛法怎么兴盛 他们就去了 从尼泊尔到西藏去 结果到那里一看的时候 才想到不是 有很多是假的 这回到美国的时候 把这件事情告诉我 我就想 这想当然而啊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 仿冒太多了 何况上司 仁波切这么值钱 越是值钱的 仿冒的就越多 这时候就是这样的 你看他商品 这招牌出了名了 你看看他仿冒多少 所以这上司 仁波切 仿冒的大概也就不少 这些道理四十真相 我们都要清楚 都不能够迷惑 学佛要学智慧嘛 学佛的人还被人骗了 那就太可笑了 太愚痴了 世间人被这个 一般人欺骗 那情有靠约 你学佛是学戒定会的 你怎么有 这个戒定会都被人骗了 那么由此可知 你这个戒定会 不是真实的 没真修 如果是真修的话 你决定不会被欺骗 我们继续再看 下面这段经文 菩萨与一切法 即般若波罗密多 这个经文在此地好啊 都无所取 无所知者 是名菩萨 无所取者 三摩地 此三摩地 为妙殊胜 广大 无量 能及 无边 无碍 作用 不共一切 身闻 独觉 我们只是看这一段 怎么样修学才像一个菩萨 菩萨是印度化 他的意思是 具有情 这是玄装大四番 觉悟的有情众生 这是间别 他不迷惑颠倒 他不会受人骗了 受人骗的人都是不觉 才会被人骗了 真正有觉悟 有智慧 怎么会被人骗 菩萨修学 这个地方是讲他重要的纲领 他学不学般若波罗密多呢 学 虽学般若波罗密多 他并不执着 他也无所取 无所执着 如果他有所取 有所执着 那就错了 能够与一切法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而无取无助 这个取就是分别 在一切法里头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个境界 就叫做菩萨无取着三摩地 三摩地也是繁育 我们中国一般把它翻作成定 这个是 无所取着的成定 这种三摩地 微妙殊胜 广大无量 这是说它的作用 你得到这个三摩地 你得到这个定 刚才说过了定开智慧 这个定会的作用 广大无边 什么是定 什么是会 我们在这个地方 也要简单说一说 大家多少有个概念 定 六根接触外面的境界 能保持着如如不动 用现代的话来说 不受外面境界诱惑 你的心永远是清净的 永远是没有染住的 这是定 会是什么呢 会是外面境界 清清楚楚 明明白 不但这个现象明白 英国明白 不但英国你明白了 变化 变化也明白 一切法 刹那刹那在演变 因变成谷 谷又变成因 永远在循环 永远在相续 这些是思维 这些是思维 在哪裡學呢? 從早到晚 你眼見色 耳聞深 時常為鼻繡香 就在六根戒除六成境界裡面去修啊 修的是清清楚楚 明白明白 辱辱不動 這叫真修行 這個叫定慧等修 所以說微妙殊勝 為什麼稱他為微妙殊勝呢? 因為他就在日常生活點點滴滴之中 沒離開生活 這個微妙的基礎啊 能夠在生活裡面得大自在啊 在生活裡面真地利苦得落了 換一句話說 把自己的生活提升了 從凡夫的生活提升到佛菩薩的生活 你說這怎麼不快落呢? 境界完全轉變了 壯煩成慎 大家不要以為 壯煩成慎 大概就會 壯貧窮為富貴了 那你就錯誤了 沒這個道理 你要曉得 貧窮是貧窮的佛菩薩 富貴是富貴的佛菩薩 向上有貧窮有富貴 禮優上完全平等 為什麼呢? 富貴的佛菩薩 對於那個富貴 他也不分別 不知足 他心清淨 他沒有貪愛 沒有染灼 貧窮的這些菩薩 對於貧窮的生活 他也不分別 不知足 他快樂都不得了 他並不要去把他生活要改善一點 沒有這個念頭 他有這個念頭 他就是反覆的 然後你才曉得 富貴跟貧窮是壹 不是二啊 那佛菩薩在這個世界裡面隨為化身呢? 無非都是給一切眾生做個好樣子 富貴 安於富貴 貧窮 安於貧窮 這個社會就糊息了 就安定了 沒有真持了 大家能夠互相互足 共存共榮 整個社會就安定煩柔 一切眾生都有富了 如果平富不均 這裡面造成問題 這個社會就動亂了 一動亂呢 窮人就跟窮 富人也窮 大家都沒有好日子過 佛菩薩的教誨 這才體會到那是真實的智慧 所以此地說之為 微妙殊聖 廣大無量 能及無邊無愛作用 無邊無愛是形容它作用的深光 不共一切神文獨覺 這是我們常講的二成人 神文是阿羅漢 獨覺是批之佛 這都超越六道輪迴了 我們一般在佛門裡面稱它為小聖 菩薩這個修學就是一切無所取 無所執責 你所得的這個受用就超過阿羅漢 超過毗之佛 你要問 為什麼會超過 阿羅漢 批之佛 超越六道輪迴的六種神通 那個神通作用 你們看過小說《西游記》 那比孫悟空高明太多了 孫悟空才指七十二遍 阿羅漢 批之佛的能力 那孫悟空不能比 差太遠了 小無間大無 可是 比起菩薩修 無取諸三摩地 那還差得遠呢 這個經文後面 我們就不要一句一句看 一句一句看 耽誤很多時間 我把這個大意給各位說出來 菩薩修得這個三摩地 他也不知足 也不會以為 我已經得無取諸三摩地 你要有這個一念呢 他那個三摩地是假的 為什麼 他還有取 還有捉馬 正如同 虛佛提尊者在《金剛》《般若經》裡面 那一會議裡面所表現的 釋迦牟尼佛讚嘆他 他得無真三摩 佛讚嘆他 同學大家都尊重他 他自己說呢 佛受我得無真三摩 我自己決定沒有這個念頭 受我得無真三摩 這就對了 如果他自己要做了相了 佛受我得無真三摩 我得無真三摩呢 他什麼也沒得到 為什麼呢 他還有妄想 還有分別 還有執著 那哪裏是無真三摩的 真的假的 就在這個地方辨別 我們自己要認真的 凡行簡體 然後才曉得 這個大乘佛法 確確實實 不容易修修 幾個人能不執著 如果你還有分別執著 那麼換句話說 所有一切大乘法門 對你來說 對你來說 都非常難修 因為一切大乘法門 都要理想啊 都要不執著啊 你試試看 你參禅 你能得定嗎 你能開悟嗎 中國禅宗很深 中國禅宗最基本的經典 就是金剛薄弱 波羅美金 禅宗無足任何上 是從這個經上開悟的 以後傳到六祖 足足相傳 以金剛經印信 做證明 你有沒有入金剛經這個境界 實在講 六祖大師 你看這夜部六祖談經裡面 掌握金剛經上 只有幾句話了 就行了 不取餘相 如入不動 不取餘相 就是不著相啊 用現代話說 不受外界的誘惑 外面五一六成 你可以解除 絕對不受誘惑 從不受誘惑 說明為禅 禅就是不受誘惑 定是 定是如入不動 不齊心不動念啊 不分別不執著 是禅定啊 你能做得到嗎 近眼色紋身還會起心動念 你怎麼能修得成功 所以我們明白這個道理 了解這個事實 回頭自己想想 這個路走 我不行啊 我們有能力 我們接觸境界 還是會起心動念的 聽到見到不如意的事情 心裡還有點不高興 比從前有進步 從前那是很不高興 現在的時候 雖然面孔裡頭 沒有什麼表情啊 但是心裡頭 還是有那麼一點點 這就不行啊 你才想得這個事情難啊 所以這淨途中就好了 淨途中不必要斷翻了 也就是說 妄想分別製著 可以不必斷 能夠待夜往生 就是待夜 可以超越六道輪迴 超越十八階 這個是太稀有了 清靜萬頓 所以 所有夜窃法門裡面 都沒有這種說法 所以這個法門叫 男性之法 你跟人家講 人家都不相信 哪有這種便宜事情 哪有這個道理 所以這個法門呢 佛菩薩祖師大德 都跟我們講 這是祝福的境界 等教菩薩 都搞不清楚 等教菩薩 要不是得佛力加持 他也說不出啊 而這個法門的殊勝 能度一切苦惱眾生 唯獨這個法門呢 九法界通度 平等得度 這是《無量壽經》 經題上就顯示出來了 沒有比這個法門更殊勝 我們這一生遇到這個法門 不是容易死情啊 古大的常常 嘆息 你能夠在這一生當中 聽到阿彌陀佛的名號 遇到這個《無量壽經》 《彌陀經》 這是《無量劫來》 稀有難逢的應援 你今天的應援去做啊 不簡單 善根福德應援先前了 你要能夠掌握住了 你這一生就問題解決了 應援是你能遇到 善根是你遇到了能性 能解 性結是善根 發願專修往生 這是福德 善根福德應援這三個條件 通通都具足了 哪有不得生的道理啊 所以說萬修萬人去啊 這是稀有難逢的大法 我們一定要珍惜 這一年多來 我們選這個《波若經》 跟大家同修在一塊研究討論 目的在哪裡呢 就是看到啊 這些年來大家念佛功夫不得力 不得力的原因 就是對於一切法 看不破放不下了 不能看不破放不下 雖然念佛 你這一生也不能往生 所以這個一年多來 特別懸著剝弱 這一部分的經論 我們再做一次研究討論 幫助大家看破方向 幫助大家看破方向 然後老實念佛 求生盡土 我們的目的達到了 在今天這個世界 今天這個世界是天下大亂的世界 我們台灣社會亂 走到全世界哪個地方不亂 沒有一個地方不亂了 每一個角落裡面呢 我們所遇到的這些人 充滿了貪嗔痴 他們所想的 所做的 都是順人利己 各個人都是這個想法 各個人都是這個做法 這個世界哪裏會太平 這個趨勢今天沒有辦法把它止住啊 還在不斷地去發展 這是非常不好的預兆 這個非常不好啊 就是大劫難之前的預兆 在這個大環境裡面 我們應當怎麼樣救自己呢 救別人救不了啊 救不了別人呢 要知道救自己 救自己是決定可以做得到的 真正要救自己 這應光大使的教訓就太好了 非常切實有用 他教給我們四句話了 可以說老人家一生自行化他了 就沒有離開這四句 第一句頓倫敬分 我們要把人做好 要懂得冷場 要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 要盡到自己的義務 這就是頓倫敬分 分是本分 如果你在家裡面 你是父母親的身份 你要愛護你的子女 父慈子孝 你以慈悲心照顧你的子女 是你的本分的 做兒女對父母要敬孝 是他的本分的 先把這個做好 人做好 兇有敬孔 兇有敬孔 軍一成中 這軍是領導人 你在社會上 無論大小單位 你開個店 你是老闆 你就是軍了 下面你這些胡計 那就是成了 每一個人把每一個人的工作做好 義務做好 這是我們人就做好 第二句是 行行存成 這一句話 現在人看到很多人不懂什麼意思 行是防止的意思 對於一些邪惡 你要知道防範 要懂得防止 特別是 邪知邪禁 你看現在的這個電視 廣播 報紙雜誌裡面 都是誘導人去歇斯 不能不防範 特別是年輕人 正在求學 染上這些東西 麻煩快就大了 所以你要知道防範 所以你要知道防範 要知道存誠 無論對人 對四對五 要用真誠心 行邪存誠 老實念佛求生盡土 這兩句大家好 懂 映祖一身 自己修行 和教化眾生 就是這四句 這四句就是應光法師 而他對於大眾 而他對於大眾 特別著重在 防飛之過上 就是這個 行邪存誠這一句 他用的力最大 他提倡 他提倡廖 廖判思信 提倡 敢印篇會賓 提倡安四全書 勸人到處去講解 大量的印這些書去流通 幫助這個社會 使大家都能夠 明白因果 深信因果 這是 挽救現在的 世道人心 你已經講道理 講事實 他不能接受 真正懂得因果報應 他齊心動念 自然就有個約束 這是印族一生做出樣子 給我們看的 所以最近這些年 台灣到處 也提倡廖判思信 這是好現象 我們希望把印族 他老人家的這個 這個教誨 得益 能夠向全世界推展 才能夠受到效果 我們這一個地方好 鄰居不好 不行啊 我們不打他 他來打我們 這個麻煩大了 這些地方都要懂的 所以今天呢 這個英國報應的事實 理論 要向全世界 去推展 希望能夠 化解 第三次世界大戰 三次世界大戰爆發 就不是開玩笑的了 許多人估計 世界上人口 要死三分之二 那是核子戰爭的 現在核武 大家都曉得是用電腦控制的 它不是人控制的 一個按鈕下去之後 你這個庫存有多少 這個核武一定全部都發射光 它電腦才會停止 它不是說發一顆兩顆 那是人控制 電腦控制 今天全世界這些核子彈 通通放出來的時候 闊瀟家估計 可以毀滅地球一百次 說能還有三分之一的人存在 那是天大的姓死了 所以三次世界大戰爆發 該注意說沒有輸贏的 這個戰爭是大家同歸於盡 沒有勝負的 是個毀滅性的戰爭 怎麼樣挽救呢 人人知道因果報應 心裡就有個收斂 這是我們想幫助社會 幫助這個世界 對於自己來講呢 這個世界我們註意 我們要移民到極樂世界去了 我們有我們的打算 他們這些人還不知道有極樂世界的 希望他們別打仗 好好的過日子 我們總算對得起他們 那 我們總算對得起他們 所以 《波羅經》是叫我們開智慧的 是叫我們了解 宇宙人生真相的 真正明白了 當然就放下了 當然就看破了 那麼印竹這四句話 我們就真正可以做到 為什麼呢 齊心動力 為眾生為學會 不為自己 佛菩薩這些教訓 不難做到 今天說大家好難好難 難在哪裡呢 捨不得犧牲自己的利益 就難在這裡 齊心動力都為自己想 沒有為別人想 這是極大的困難 如果我們能齊心動力 多為眾生想 不為自己想 這個佛法很簡單 很容易啊 一點都不難 希望我們從《波羅經》論裡頭 細心去體會 這個真實意 幫助我們做人 幫助我們工作 幫助我們念佛求生盡土 今天時間到了 我們就講到此地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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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先开经本 一百三十九面 看编二 播入纲要编二 葛慧居士揭露《大般若经》 它的段落、层次都非常清楚 完全依照经的原文、卷速记录下来的 所以我们在此地看到第一行 《卷四十九》之十一页 是《大成凯评》 我们看底下的编文 《菩萨寰》 《卷一切华功德看》 《放大光明》 《辨造世界》 《辨动大地》 《其中地狱猴等苦之》 《鬼界恐怖极客》 《庞生所有动狂》 《戒得除密》 《变为称赞三宝公德》 《吝生人天见乎伯伯伯伯伯》 《变为称赞三宝公德华看》 《乌父》 《上这亿ء Hab вс区天见 illaitz ing 我们是菩萨法 在我们现前这个地区 受菩萨界的同修尤其是渗动 那么到底我们是真的菩萨 还是假的菩萨 这一点我们应当要思考 希望我们都能够做一个明复其实的菩萨 当然 这就是菩萨心 就是菩萨的四页 这也正是如同世间的行业一般 我们选择了菩萨 这一门行业 尤其是出家人 出家人是专门从私这个行业 在家同修是今修的 出家人是专修的 这个行业最重要的干些什么 这一门行业最重要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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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门行业 如来家的四页 如来家也是这个意思 他干些什么事 就干这个事情 至于新建道场 这不是出家人们干的 这佛第一个就做出样子给我们看 释迦牟尼佛没有建道场 裂代这些菩萨罗汉也没建道场 建道场是谁的事情 在家同修的事情 在家最要紧的是护持佛法 所以在家人可以办一些事 建道场是属于事 出家人是当教员 那么换句话说 在家人可以当校长 可以当这个学校的职司 出家人不干这些职司 纯粹教育 这样才真正能做到身心清净 一尘不染 有事物必定有污染 必定对自己的道义有妨碍 如果是对道义没有妨碍 而经营一切事物 那是佛菩萨再来 不是普通的凡人 普通凡人决定做不到我 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的 我们必须要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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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一天到现在世佛的人 huge full church 求佛报夥 求佛修佛里面 最殊胜的就是供养祝佛菩萨 供养多少呢 恒乎杀素那么多啊 佛说 堕入兼勇求证据 比不上一个有坚定信心 勇猛精进求道的这个人 比不上 为什么呢 佛报再大 不能了生死了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谭经里说过 这个生死大事佛不能救 再大的佛报都没有办法救护生死大事 那么我们想一想 这人生在世什么事情最大呢 哪一桩事情最重要呢 生死死大 这个世间这个福是小啊 这个是过延云烟是小事啊 再大的佛报 再高的权威 都是一坛值几十年呢 就虚无缥缈了 一场空啊 我刚刚从北京回来 北京郊外 列带多少帝王的坟墓 这些人在世 那还得了吗 贵为天子 富有四海啊 死了之后 埋在地下 跟平常贝信完全平等啊 有什么两样呢 到头来总是一场空 佛说的好啊 万般降不去 唯有夜随身啊 又告诉我们了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啊 为什么说因果不空啊 这个现象相许不空 它相许 刹那生命是空的 相许不空 转变不空 这就是说明六道轮回不空 你做善一定有善报 你做卧一定有卧报 因缘果报不空啊 这是真理啊 这是事实啊 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 然后才晓得人生在世 修菩萨道可贵啊 这就常讲的 众善因得善果 最善的因就是行菩萨道 菩萨是什么意思呢 觉悟的意思 菩提撒脱 觉悟的众生成菩萨道 道是什么意思呢 道是方法 那么修菩萨道啊 就是修菩萨道 就是修菩萨道的方法 修菩萨道的道理 事出事迟 事出事迟 所有一切善法 以这个为最善 儒家虽然讲 只与至善 至善是什么呢 没说出来 佛法告诉我们 菩萨道是至善 选择这个道路 这是真实智慧 是真正聪明人 他才懂的 才选择这个行业 选择这条道路 也可以说 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 一切法的功德凯 开始比喻 故时候 打仗的时候 这个士兵所批的铠甲 能够预防 这个刀枪的伤害 称之为铠 我想这个大家并不难懂 所以佛经上常常用这个做比喻 我们要有防身之处 防止一些邪知邪见的侵入 这就好比是铠甲了 批的是什么铠呢 功德铠 什么叫做功德 这两个字我们要认识清楚啊 佛家 佛家这个数语 可以说 在历代 尤其是现代 普遍的被人运用 但是意识 但是意识 含糊 不清 你是不是修功德呢 功是功夫啊 是修音 得是果报 所谓的是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功是耕耘 得是收获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 持戒有功 得定呢 就是得 修定有功 智慧开了啊 就是得 由此可知啊 功德是离不开戒定会的 不施有功 不施有功 破除坚贪烦恼 是得 五十戒以来的坚贪烦恼啊 断掉了 这是得 从六度上来讲 持戒有功 断除卧业 断除卧业 是得 任如有功 断除惩恨 惩惠 是得 这叫做功德 你天天修布施 你的贪心 令私 丝毫没有 减少 你所修的那个功后头没有得 这要懂得 你持戒 你的戒律持得很清净 你没有得 你没有得清净心 那么你那个功后头也没有得 没有得 没有得是不是白修了呢 没白修 所以没有得了 但是有福 换句话说 你修的是福德 不是功德 诸位要晓得 功德 决定是得定 开会 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念佛就是功 往生就是德 念一辈子佛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所念的佛都变成福德 那不叫功德 功德这两个字 我们要看清楚 看明白了 一切法里面都有功德 这一部大般若经里头说的太多 太详细了 我们把它贵拿起来讲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带人借屋 那就是一切法了 在生活里面 在工作里面 在应酬里面 修菩萨道 修六度 这就是还一切法功德 对人对私对我 我们用真诚的心去关怀 爱护 帮助他 这是不实的 或者用我们的外财帮助他 或者用我们的内财帮助他 内财是什么 劳力 体力 我替他做义工 不需要报仇啊 这叫内财不实 这叫内财不实 虽然修不实 不拙不实的相 这样才能达到 永断坚贪 我们这个修师就有功了 心地清净光明啊 这就是得了吗 由此可知 这个功德 六根在六成境界上 实时可以修 实时可以修 处处可以修 念念可以修 都能够修成圆满的功德 这个是必于还功德凯了 这个功德凯没有立身 真的成就了无量无边的功德 功德 功德一定是利益一切众策 而不为自己 功德成就了 自信薄弱 自信薄弱 现前了 自信薄弱是本来有的智慧 如同祝佛菩萨 古地上之所正的 我们智慧现前了 智慧怎么现前呢 因为你有定 那什么叫定呢 因为你样样放得下 放下心才会定啊 放不下了心不会定的 你心里头还有妄想 还有分别 还有执着 还有忧虑 还有牵挂 你怎么可能得定呢 必须把这个统统放下了 你就得定 得定 定就是清净性 我们静宗经典里面讲的 一心不乱 一心就是定 就是禅定 不乱就是智慧啊 所以一心不乱呢 是圆满的定慧 金刚经上告诉我们 信心清净 这身实相 由此可知 你要没有清净心 你怎么会有薄弱智慧 薄弱智慧是从清净心来的 要得清净心 释出世间法统统放下 你才能得到啊 那也许有同修说了 那这个众生很苦啊 这么糟这么大的难 我们如果就帮助他 去救援他了 你发的心 没错 很好 你自己有没有想到 你有没有智慧能力去帮助他 就好比说看到一个人掉到水里去了 好可怜啊 自己也不会游泳 赶紧去救他 不过赔一条命而已啊 他死了就跟他死啊 你能救他吗 救不了他了 现在在这个世界 这种慈悲的人很多很多啊 这个慈悲是赔命啊 以为是大慈大悲 实际是无稽于素 所以佛才跟我们说啊 纵使供养横煞肾 不如皆有求证诀 实在讲 这个求证诀这一句话 实际上就是指点我们求生净土 求生净土真正的证诀 终生苦难 我们看在眼里 我们真的想救他 自己没有智慧没有得能 凭什么救他 想救他怎么办呢 赶紧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到了极乐世界 见了阿弥陀佛 得佛本愿为神加持 我们有如同佛的智慧 有如同佛的得能 到架此行 再来救他们 这才行啊 你有了本事了 你不是得赔一条命吗 真有这个能力了 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再回来还不迟 这才是一个真正聪明人 所以往生西方极度 就成就一切法圆满的功德 这个时候才能是大放光明 这经常讲的 放大光明 大光明是圆满的不如智慧 变照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一个世界 是放无量无边的横上世界 你都能照顾得到 你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智慧 所有社方世界 你都有能力照顾到 社方世界的苦难众生 你有能力帮助他们 这个帮助是有效果的 不是一句空话 底下讲 变动大地 这个变动大地 就是这样的效果 是一切苦难众生的真正的理议 这里给我们举了三条 其中地狱虎等苦惧 这是指地狱众生所受的苦难 《敌藏菩萨语奥经》的摄期 鬼一界恐怖极客 这是讲莫鬼道的苦难 鬼为什么都称莫鬼 因为它常常在极客的边缘上 得不到饮食 得不到浆水 我们今天讲口课需要饮料 它得不到 所以称这位莫鬼 莫鬼还有一个习气 就是时时刻刻生活在恐怖之中 总觉得有人要害他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 大概过去在人道里头常常害人 所以他有这个果报 因为你害人嘛 所以在鬼道里头就常常感觉到 有人要害他 这生活在恐怖之中 旁生是出生的 出生到的苦 大多数我们可以理解 我们能够见得到 不像莫鬼地狱 不像莫鬼地狱 我们见不到 出生一大半 我们都见到 互相残杀 弱肉强食 出生之苦 菩萨出现在世间 能令这些苦恼的众生 借得灭出 他这些苦难的 可以离开 可以消灭 这是菩萨 具体对他们的关怀 爱护帮助 所得到的效果 菩萨用什么方法 这里给我们举出一个纲链 就是称赞三宝共同 大臣发礼 无论修学什么方法 闲教也好 密教也好 中门教下 无量发门 都离不开三宝 离开三宝 那就不适合法 这一点 各位要特别清楚 我们到底是不是 真正在修佛 你要认真地去反省 你又没有离开三宝 三宝就是决正进 无量寿经 经题上跟我们讲的 清净平等居 一切始 一切处 一切静缘之中 念念都不利 清净平等居 清净是三宝 六根清净一尘不染 平等是法宝 确是福宝 三宝也就是三宿 清净是戒宿 平等 平等是定学 平等是定学 绝是慧学 菩萨 一三宝成就了一切法的功德 他帮助众生 也是用这个方法 劝勉一切众生 归一三宝 归是回头 是回归 从迷惑颠倒 回过头来 以自信觉 以觉悟 不再迷惑了 这就就是归一佛了 这个话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不容易 确定标准在哪里 怎样才叫觉悟 怎样才叫迷 佛在经上 跟我们说的这个标准 是有次第的 换一句话说 有绝对的标准 有相对的标准 从相对标准上来说 我们才有下手之处 佛告诉我们 真正觉悟的人 其心动念 其心动念 不再想自己 其心动念还为自己 为自己这个身 为自己的家 这是迷惑颠倒 这个人没有觉悟 这个人没有觉悟啊 换一句话说 这个人没有皈依 没有回头 没有依靠佛 他还是凡夫啊 还是迷惑啊 为什么说念念 为自己是迷呢 诸位一定要明了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 从母子来的 只要你念念有母 就有六道轮回 母 是变性六道轮回的 第一个因素 所以哪一天把母破掉 母只没有了 六道就没有 你就超越六道轮回 你就折磨罗汉果 只要你有这个念头 你就出不了六道 出不了三界 你就没有皈依啊 他这个标准是从这个地方定点 社法界从哪里来的呢 社法界从分别来的 也就是法止 母直便现六道轮回 法直便是法界 你破了母直就出了六道 破了法直就出了十法界 这叫二道轮回忆 这叫二道轮啊 莫直是烦恼障啊 法直是俗制障啊 这叫二道轮啊 这叫二道轮回忆 这个道理 四十真相 要透彻的明了 确定的明了 然后我们齐心动念 再不为自己了 再不替自己着想 明天日子怎么过 明天还没到 想他干什么 那不叫大妄想吗 这个时候 齐心动念都想一切做成 齐心动念都为佛法 为佛法这三个字 也要把它搞清楚 搞明白 什么叫佛法 今天我们在四月安堂里面 所做的修那件佛 是不是佛法 给主要说不是的 佛法是什么呢 你心要明了佛是什么意思 佛是觉悟的意思 佛是个方法 为佛法就是为自己求觉悟的方法 这叫为佛法 为一切众生求觉悟的方法 这叫为一切众生求觉悟的方法 所以我们盖一个庙 说准够生求悟的方法 说准备真佛菩萨的形象 能不能帮助众生求悟 说实实在在的话 是帮助众生迷信 他并没有觉悟啊 他并没有觉悟啊 看到佛菩萨像了 看到这个寺庙了 到里面去烧香拜拜 求什么 求保平安 求生观发财 这搞迷信了吗 他不是去求觉悟啊 样子好像是在为佛法了 其实颠倒了 搞错了 诸佛菩萨形象 本来是可以启发众生 决心的 但是现在社会大众 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待 走进寺庙里面 佛菩萨形象面前 你看在那里膜拜 祷告 干什么 谈条件啊 菩萨你保佑我发财啊 然后我再来供养你啊 保佑我发一百万 我拿一万块钱来供养你啊 竟干这些事情啊 几个人在佛菩萨面前发愿 我要效法你 牺牲自己 利益众生 我们还没见过 没听说过啊 所以大家这样才能体会到 未佛法这三个字啊 许许多多人把意思错解了 完全搞颠倒了 他哪里有功德呢 那么未佛法的正确的意思 怎么样叫自己破弥开悟 怎么样帮助一切众生 破弥开悟 这就是真正的为佛法 为众生为佛法 不为自己 众生有福 我们自己也是众生之一 那当然也就有福 所以利益众生是真正的利益自己 损害众生 说是利益自己 所以损人利己 这个话是假话 不是真的 孙人决定不会利己 自己后面有大灾难 有大苦头要吃 真正的这个事实 是利人才是真正利己 所以觉悟的人 念念为利益众生 念念为利益社会 真正做到实际为人 这个是觉悟的下 观业法 法是正知正见 正的标准是什么 与四十真相相应 这个至今就是真知正见 这个至今就是真知正见 四十真相是什么呢 般若经上讲得非常透彻 金刚般若是般若的纲要 六百博 六百博大博弱是他细说 四十真相是一切法了不可得 这是四十真相 这是四十真相 了解四十真相 与一切法决定不再分别之处 你二仗就破裂了 不再将一切法了放在心上 你心里面所有的忧虑牵挂 一扫而挂 你的心才真正恢复到清静 清静 真正的利益就先切 眼前骨包健康长寿 不病不生 你要晓得众生种种的病痛 从哪里生成 妄想执着身 这个事情麻烦 众生不念福 不念清静心 念什么 念病 今天想到这个痛 明天想到那里痛 今天想到找这个医生 明天想到看那个医生 佛告诉我们 一切法从心想身 他天天想的这个 他怎么会不生病 他要不生病 那佛讲的话就不灵了 佛讲错了 佛的句句话都没有错 没有事情 尽他妄想 想病 想老 想死 他这些国报都来了 怎么来的 想来的 菩萨不想这些东西 菩萨念念想一切众生 观察一切众生的苦难 想怎么样 想怎么样帮助这些众生 离苦得乐 如何帮助这些众生 破密开悟 菩萨天天想这个 不想自己 所以他的身心 一点毛病都没有 所以大家要记住 佛讲的话 真理 一切法从心想身 佛菩萨 佛里面讲修行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他的原理原则 总立不开观想 这个道理呢 就是一切法从心想身 佛菩萨为什么修成了 佛菩萨了 他懂得这个观想 把念头转过来 把一切错误的观念 转变成正确的观念 正确观念 与经上所讲的 统统相应 所以他才能变动大体 变是改变了 将大地这些苦难众生 转变了 真正能令一切众生 历苦得落 给诸位同修说 历苦并不是说 这个众生贫穷 贫贱之人 这个佛菩萨给他很多财富 给他富贵 你要这样想法 那就完全错了 那英国这个定律就被推翻了 贫贫之人 苦 苦从哪里来的 妄想多 分别多 处处要跟人家比起高下 那就苦不堪言了 佛菩萨如何帮助他 历苦得落 叫他绝活 不要跟人家去相比 把生活这一桩事情 这些念头 统统放下 交给你 想佛 想菩萨 想清静 想平等 想慈悲 他就快乐了吧 日子过得还是贫贱的日子 但是非常欢喜 非常快乐 这是正理 不是说 贫贱之人 佛菩萨保佑他 发大财 做大官 不是这个意思 那你完全颠倒了 富贵之人 也有苦啊 你不要以为 贫贱很苦 有一些富贵人 比贫贱人更苦 富贵人呢 较慢 贪而无业 贪嗔吃慢 天天增长 那是真苦啊 特别在今天这个社会 与人与死勾心斗俱 你说他心里负担多重 不要看到他有高官后爵 有多少财富 他的日子过得可能还不如你们快乐 至少我们今天出去 一点忧虑都没有 喜欢到哪里玩 就到哪里玩 他们出门要带好多保险啊 要怕人杀他 这种苦我们就没有啊 他有啊 我们吃东西随便吃啊 他吃东西要是怕人家下毒啊 处处都要提防啊 他落在哪里呢 所以贫贱有贫贱的苦处 富贵有富贵的苦处 苦从哪里来的 都是迷惑颠倒来的 如果觉悟了啊 他就不哭 他就能历苦得落 佛菩萨帮助一切种事 富贵也好 贫贱也好 都能帮助你破灭开悟 使你在现情生活当中得到自在 得到快乐 你也知道过去今生 也知道来生往哪里去 你看那个多自在 那多快乐 这个里头有法 理论方法 佛菩萨教导我 正确的理论 与自然生态 与因果的定律 完全相应 不相违背 这才叫规法 这是法宝啊 法宝的共同 三宝 简单的说 两个字 两个字 清 侯 清是清净 侯是侯木 所以六根清净 一尘不染 这是僧宝 僧 也是团体的意思 你看我们念三归一的时候 传授三归的时候 归一僧 重中尊 印度人称僧 这是凡语 我们中国人称重 现代人称团体 所以僧有团体的意思 团体不是一个人 大家在一起 在佛法里四个人以上 在一起共同生活 这就是一个团体 所有一切团体里面 僧团是最为可贵的 它贵在哪里呢 贵在侯木 佛格僧团制定的戒条 六条 叫六合戒 我们这边地下有六合戒 人人都遵守这个六条戒律 这个团体是事处事件 所有一切团体 最值得人最敬 所以叫僧团 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 所以六合戒要放在家里 你一家人合不合你 大家都看看 常常讲解讲解 那一家就合目了 你们经商做生意 那个店里头也应该 画一个六合戒 老板员工都能合目相处 你的生意心龙 你才能发得了财 任何团体都要遵守这六条戒律 这是佛给我们制定的 那么这个六合戒几个字 是明山老化思泄 明老今年86岁 去年我在新加坡遇到他 他写的字不错 我请他写这个六合戒 回来之后 我们就把它印出来 当中我给他摆上一个印章 那个印章是我刻的 回头是按 这个印章没有这么大 是小的放大的 不是这么大 所以希望诸位同学 常常看看 一切时一切处 要拿这个六条来讲解讲解 讨论讨论 应该如何落实在生活上 落实在工作上 那么你的家庭就是生团 你的公司行号就是生团 所以这个不一定说 这是出家人 这是寺庙的 那你把范围看得太自小了 任何团体 只要遵守这六个戒条 都叫做生团 生这个字并不专指出家人 在家人遵守这六条 也称之为生 所以生不分出家在家 这个佛学里头有一些名词 像法师不分在家出家 在家人 在家人讲经说法的也惩罚死 和尚也不分在家出家 和尚是印度化 翻成中国叫清教师 就是指导我修学的这个老师 就是指导我修学的这个老师 他就是我的和尚 我们现在人家指导教授 和尚就是指导教授的意思 所以不分在家出家 唯有比丘比丘尼 那这一定是出家人 这不是在家人 沙米沙米尼是出家人 这个不是在家人 去趁和尚趁法师 趁僧都不一定是出家人 这个常识 诸位都要晓得 所以这些菩萨们 他们成就的 一切法功得开 放大光明 辩造世界 转变大地 就是依三宝功德成就点 修觉正境有功 不如泄脱法身献勤 那是他的德 这个是三宝的功德 究竟圆满的功德 他以这样殊胜的功德 来帮助三徒苦难的众生 令生人天 因为这些众生 业障很重 想度他臣服 那不是容易事情 非常困难 那怎么办呢 先叫他得人天佛宝 离开三国道 到人间 到天上去受神 人间天上都有佛法 有佛菩萨将经受法 所以是令生人天 见佛文法 这些事 菩萨非常认真 非常努力去做 像《行愿评》里面所说的 无有疲 他做得非常积极 不疲不厌 永恒的在做 虽然这样做 对他自己本身有没有妨碍 没有妨碍 为什么没有妨碍呢 他